最喜欢的是皮卡举 皮卡举 皮卡举 他现在是个什么 这边上来是个不开心 玩具奋力 好多惊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树 大家好 我是萌萌 萌萌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就是 宝可梦变脸公仔 哇大家快看多可爱啊 而且啊他们会有喜怒哀乐 这种表情哦 好那么话不多说 赶紧打开看看吧 嗯好 范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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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哇哼 现在所有的宝可梦精灵 都已经亮相完咯 哇 他们也都太可爱了吧 是不是也跟你一样吗 我最喜欢这个小伙子 哎太好了 因为我喜欢的是皮卡举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争了 不行马叔喜欢的 我也要抢 要抢是不是 哇 石头剪刀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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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先选 那我刚刚说的最喜欢的是 皮卡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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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现在是个什么 呃 这边上来是个 不开心 可能被马叔选到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的不是的 那再变个表情看看 好 哎 哎 多可爱就是开心的 你看他的嘴唇 哦就是洗衣 对 呃 这什么 乐 不爱乐对吧 那这个 怒 怒 这是怒了吧 对 好 开笑 哎 不开心还是把他的笑脸露出来吧 哈哈哈 乐露出来 好 我选这个萌萌到你了 那我选这个我的小火龙 哇 小火龙也是很Q的 哈哈哈 哎他现在是乐 嗯 然后我选再一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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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困 喜怒哀乐困 哈哈哈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这个 这应该是乐 笑得牙齿都出来了 你看 下一个应该是 喜怒哀怒 你看 你看小火龙连生气都这么可爱 哈哈哈 好了 嗯 那么现在我要选 杰尼龟 嗯 怒 怒 喜 哦 喜 乐 哈哈哈哈 露到眼睛都没了 太可爱了 好 萌萌到你了 好 我选一个这个胖丁 他现在是喜 嗯 小嘴 哈哈哈 怒 绝对怒了 怒 嗯 诶那他都不会 都没有哀 他没有哀哦 嗯 他这个很快乐的 宝宝 嗯 这一次我选 敲鹰猴 这个好像是不开心的表情 嗯 这应该是 嗯 就捏咪眼睛了 对 嗯 开心 这是喜 嗯 诶 这个表情 这个生气了 这个生气了 牙齿露嘴 嗯 好 衣布 偶息 三个样子 嗯 下一个我去 诶 就是 哇 他这样子 好无辜她眼神 哈哈哈 ARD 嘞 那么在剧里面是反派 对骂 嗯 这应该是洗了 对就是 哎 乐吗 爱洗 喜或者乐啊 这个是惊恐 惊吓就是啊啊 完了又是皮卡丘 哈哈哈哈 对他最怕皮卡丘了 哎 这应该就是乐 这应该是乐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哇 这就对于怒火的哀乐 可能就是平常的表情 他每个都特别像 因为两个牙齿都特别长 嗯 有点 嗯 选择这个 那眼西 哦 那眼西 嗯 这叫什么 哦 喜极而泣 喜的 哈哈哈哈哈哈 啊 这真的是哭了 哭了 哀 哀 哀 哎 这是笑哭吗 哎 哎哎哎 可能哭的 就是比较厉害的时候 大哭 哦 哭了啊 这个就 哭了 就是快哭结束的时候 他的表情都很伤感啊 好彩啊 这一次我要来选 哭鬼 这应该是他洗的样子 哦 嗯 这应该看起来是怒 怒 好 看下一个 这个呢 哎哎我 这个应该是乐吧 这个应该是 hakk bugs 因为眼睛也忘了 哦 不是 好 下一个 哈哈哈哈 nhi 吃ә 读不懂 他这 是谁 梦幻 啊 梦幻 哦 梦幻 哦 自己就是哀了 就是哀 这是哀 不开心的 对 嘯巴向下 然后这个是 喜 他的都是微表情 发现没有 对 那下一个这个是 哎哎 哎 哎 这也是喜的吧 应该是 那么这一次我要来选 妙娃种子 那她留给你了 好 这个表情应该是她 不开心的时候 应该是怒的表情 为什么 因为她的嘴是往下的 因为她是嘴巴黑暗 因为她是往上的 是吧 很难判断 这个是喜 这个肯定开心了 我真的读不懂了 妙娃种子的表情太难读了 最后一个了 这个 其实我也很喜欢她 炎兔 炎兔儿 哇你看啊 你长得多乖啊 这是喜吧 这是喜 这个应该是 不开心了 不高兴 这个是 这个下一个是 乐 但是她眼睛就是皱 我感觉皱眉了 她哪有眉毛啊 但是她在皱眼啊 就是生气的时候眼睛又会这样 那有可能是怒吗 那我们现在我们剩下 最后一个精灵球了 我们要来捡到石头布 赢的人 就可以将她的精灵宝宝们 装进的精灵球 哇 石头捡到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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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精灵球是 蒙蒙的 那么蒙蒙的问题来了 你要放哪个精灵宝 进去精灵球里面 嗯 难题吧 我想一下 我还是把碰冰给放进去吧 为什么 让它随时随地唱歌 然后会影响到别人 山峰地裂 对对对 这个球是旋转一下 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没错 不能再祸害别人了 哈哈哈 好可怜喔 好了 那么今天马树和蒙蒙就 开箱了这个特别可爱的 宝可梦变炼公仔 哈哈 这些金鸣实在是太可爱了 小番茄们 你们喜欢哪一个金鸣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们哦 没错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拜拜